司法常說是正義的最後的一個防線 那我們現在國家進行了很多的司法改革 但是很遺憾的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 剛剛 民眾照顧也講 只有33.1% 那是法官 對法官 對法官 我其實我對法官更不信任 如果比照我們檢察官的話 這不是我 我是我根據我宜蘭的名義 那很多的案子包括酒駕 一直罵我們立法怎麼那麼鬆 其實我們一直在想說立一個法都最低法 結果法案沒有練最低法者 結果變成法官的自由心證 所以酒駕在酒駕在肇事 很少人被抓去關 因為我在交通委員會長期待 這個我們法官今天特別 我們有法官信任所所長在這裡 院長在這裡 忍司法院來說我也特別提到這一點 人民期待是你能夠 能夠先令你法官有沒有聽到聲音 不要讓司法大打折扣 所以相關的會議 我也建議說 你家隔壁住法官 你不曉得他是住法官嗎 一定會知道嘛 尤其在我們那種鄉下地方 我不是說每個法官都不好 但確實 司法造成今天信任度只有三成 我們必須深切檢討 我想你也跟這個總統 總統是你同學嗎 這個也希望你 不是 不是啊 沒關係 同中啦 其實我也跟你同中 我是本性我姓蔡 本性姓蔡 我跟那個陳明東一樣 本性姓蔡 我們是這個陳皮菜股 好這個 我想說這個部分 我們我剛講了 我們立法院有責任 我們一起來努力 如果需要我們 前例來協力的部分 我們也願意來努力